空腹主要是为了胆囊 因为如果你吃的东西 特别吃油腻的东西 胆囊会缩成一团 就看不清楚 但如果你吃的太杂 可能胰臟会被遮掩的部分又更多 一般黑白的超阴波 大概99%的阴影 只要没有在死角的地方 99%应该是看得到 阴影当然就表示说可能有肿瘤 就是一般所谓的结结 那么肝脏的结结或者是肿瘤 其实又分两大块 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良性 一个是恶性 在台湾我们良性还是居多 血管瘤是这个瘤的成分 是像血管的成分 不是说它长在血管上 这是一般民众比较容易误解的 肝癌绝大多数 生长的速度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可怕 所以还有时间 假如你第一次因为太小看不到 到了三个月到六个月 即使它长大 都还来得及治疗 主要还是食指的器官 比如肝脏 胆囊 胆囊虽然不是食指 但是它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 超阴波最怕的就是 这个空气还有骨头的遮烟 所以胆囊一般在肝脏的保护之下 是容易看得到 还有肾脏 皮脏 大家最关心的是胰脏 那胰脏有一部分 总是会被肠子的空气遮住 所以我们全世界没有一个医师敢保证 胰脏都看得清楚 应该说绝大多数是至少它的尾巴 的大概25%到30%是看不到的 空气主要是为了胆囊 因为如果你吃的东西 特别吃油腻的东西 胆囊会缩成一团 就看不清楚 所以其实是为了胆囊 其他影响比较没那么大 但如果你吃的太杂 可能胰脏会被遮烟的部分又更多 空腹四到六个小时 有的严格写大概六到八个小时 其实四到六个小时应该还好 吃一点清淡的东西也OK 不过比较有关系的是 糖尿病的病友 如果是因为空腹不能吃东西 可能就不要吃药 或者非吃药 或者打胰岛素不渴的话 那么可能吃一点这个 有一点碳水化物的东西 不要太油腻应该也OK 彩色超音波本来就存在 你看心脏就是彩色超音波 对啊 但是会看的一是黑白就可以了 那么彩色 特别我们也有超音波的显影剂 那可以增加一点诊断 就是说鉴别诊断的能力 对于有没有看到这个阴影 本身是没有什么帮忙 我们用一般黑白的超音波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的阴影 只要没有在死角的地方 死角就刚好会被空气 或者骨头挡到 因为太小 有时候看不清楚 这个情况以外 百分之九十九应该是看得到 那么当然有少数是很小 那么我们用超音波的对比计 就是让这个肿瘤跟周遭的肝脏的对比 更清楚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有帮忙 但这几率不大 经营当然就表示说可能有肿瘤 就是一般所谓的节节 那么肝脏的节节或者是肿瘤 其实又分两大块 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良性 一个是恶性 在台湾呢 我们良性还是居多 良性的最多的就是所谓的血管瘤 那血管瘤是这个瘤的成分 是像血管的成分 不是说它长在血管上 这是一般民众比较容易误解的 他以为血管瘤就是长在血管上 所以会不会造成血管阻塞什么等等 这个都不会 你把它拿来做组织观察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血管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成分 所以血管瘤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大概三四十年了 所以有经验的医师呢 判读上都不大会有问题 真的有很难分辨的时候 我们会进一步安排 这个电脑断层 或者吃症造影等等的检查 真的再不行才必须要动用到切片 血管瘤的成因不明 我们只能说应该是个人的体质 就像说我们有的人一出生就有一个胎记 长在皮肤上的紫红色的血管瘤 你就把那个想象长在肝脏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血管瘤有一种恶性的 叫做血管肉瘤 那就很恶性 但是只要排除这个几率 那么就是诊断是良性的血管瘤 是对人是没有什么伤害 不管它的大小 第二个是它不会转变成恶性 大部分是比较小 可能一公分不到 或者是五公分以内 大部分是这样子 多发 可以一个 可以好几个 但是都无伤 那么最大的我们看过 二十几公分的血管瘤 虽然有人担心会不会破裂等等 但是大部分呢 即使到了二十几公分呢 除非它真的压迫到 它的肝脏的血管 或者是周围的脏器 这个几率应该很少 一般我们还是不需要处理 所以血管瘤本身 对肝脏本身 或者对身体 都没有什么伤害 至于说血管瘤是良性 到底它会不会慢慢长大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 大概十分之一的机会 有可能从本来只有一两公分 慢慢变成五六公分 这种机会大概十分之一 但是它到了一个程度呢 就会停止下来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算过它的那个成长速度 大概它的体积 要变成两倍 我们体积是用三次方嘛 所以就是直径呢 大概是一点一到一点二倍 这样的时间要花一年半 十八个月 如果是肝癌的话 大概四到五个月 所以是有很明显的差别 体积变两倍 所以我们为什么定义这个B肝 或C肝的病友 他们的追踪 不需要每个月都追踪 可能三到六个月 或者是六到十二个月 是因为肝癌绝大多数 生长的速度呢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可怕 所以还有时间 假如你第一次因为太小看不到 到了三个月到六个月呢 即使它长大 都还来得及治疗 如果有肝硬化的病友呢 大概三到六个月 那中间变数 就是如果说 胎尔蛋白突然上升 那就要赶快安排检查 不然平均三到六个月 没有肝硬化的话 六到十二个月 脂肪肝会使得整个肝脏变量 整个肝脏变量以后 有些地方呢 如果它没有变量 就会变成阴影 我想这大家都可以了解 那么其实没有变量的地方 反而是很好的地方 就它没有变油啊 所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肝脏 但是呢 大家就会害怕 那么医师也不敢保证 其实它的形状呢 这时候应该是不定型的 好像地图一样 有时候它形状变来变去 所以你随着我们 超音波的探头的移动 它不是一个圆滚滚的 一个结结状 这个有经验的医师 可以做这样的判断 如果脂肪肝 真的很厉害的时候 肿瘤真的很小的时候 有可能被盖住 看不清楚 应该是说看不清楚 如果肿瘤 比如说超过两公分以上 会盖住的机会很小 很小 除非它长在很边边角角 死角的地方 水泡里面的成分 主要就是水 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 应该是良性的 水泡本身为什么发生 也是跟个人的体质 有关系 除了很特殊的 是有遗传性的 我们叫多囊性的水泡 那个不管肝脏肾脏 都可能发生 那么多囊性 这个遗传性的 其实一般而言 对肝脏的影响 也不会那么大 也就是说你整个肝 都密密麻麻 布满的水泡 功能可能都还是正常 不大会造成肝功能的异常 除非它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整个肝变成正常人的体积 可能两三倍 这时候病人会有感觉脏脏的 因为整个肝就鼓起来 包括鼓到我们的肚皮 把它顶起来或者往下 所以这个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点行动 比较不方便 但是基本上是不会有伤害 不会有伤害 所以大部分的水泡是小的 也是跟刚才血管流一样 可能不到五公分 两三公分是最多 那可能是一个 可能好几个 但是对肝脏都没有影响 对人的生命也没有什么威胁 一般我们是不会去动它 你用针的话 就造成感染的机会 所以除非本身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感染了 这时候就要去抽吸 或者是它真的长得很大 这时候病人已经开始感觉不舒服 或者甚至有时候压到胆管 造成防胆 这几率都很少 这时候不得已去抽它 甚至引流 那么引流之后 我们过去也尝试 尽量把它抽光以后 打这个纯酒精 纯酒精 我们一般的酒精是70% 消毒用的酒精 纯酒精是95% 这样叫纯酒精 打进去呢 希望它对这个水泡 周遭的 那个壁的粘膜 细胞呢 能够把它杀死 这样希望它不要再分泌这个水分 有这样的治疗方式 但是效果相当的有限 所以外科有时候会帮忙 假如是单一个大的水泡 就开天窗 就让它有一个管道 水分到一定量 它就出来 出来会自然吸收 其实水泡 我们比较不希望叫做肿瘤 可是翻译名词叫做囊泡 对 囊泡 或者有人叫囊肿 囊肿就跟肿瘤就混淆不清 所以我们很少用囊肿 大部分是水泡 或者囊泡 这样比较跟肿瘤可以区分 结结就是你看到肝里面 有一个成型的东西 通常是圆的 圆的为主 结结如果是形成一个结结 里面是细胞 外面才是结地组织 那这个结结为什么会产生 它细胞会再生 可是周围有这个纤维 把它限制住 所以它就慢慢鼓起来 但是它不是真的恶性的 只是说它肝细胞会再生 所以它细胞再生 可是又被框住 所以就像四周鼓起来 变成一个结结 这种肝硬化结结 绝大多数是在两公分以内 大多数在一公分 如果超过两公分以上的硬化结结 将来比较有机会变成肝癌 因为你要开刀 还是会牺牲一些 这个结结以外的肝脏 开刀本身也是有风险 所以既然它是良性的 对身体又无伤 那就不要去动它 对身体又无伤